这些一提起来就让人耳熟能详的老梗 源自于周星驰为数不多的古装断案剧《九品芝麻关》 他用搞笑的桥段将官场 人性 封建 幽默 正义与黑暗 巧妙地融为一体 最后在周星驰独特的表演中 创下了8.6分的《好口碑》 那么在我们彭富大笑的同时 是否思考过这部电影到底在表达什么 有什么隐喻或者在讽刺什么 今天就让我们站在成年人的角度 来申巴一下《九品芝麻关》的真正含义吧 我要做个清官专门捉贪官坏人 捉啊 捉贪官 这么大胆和你老爸作对 月光 月光 我都是做不到清官的了 因为我老爸都是一个贪官 你让我做贪官啊 这个片段是原版电影中删剪掉的画面 也就是说包龙心从小对月许愿 想成为的是一个贪官 并不是清官 成年的包龙心第一次出场是在破旧的茅草屋前 与小时候出现的场景有了很鲜明的对比 包龙心老爹包不同早年是个大贪官 因坏事做近生了12个儿子都早腰 于是为了留下香火他散尽家财 才生下排行13的包龙心 提示一下虽然前12个儿子都没了 但却留下了一个孙子有为 这也就能解释他为什么比包龙心老那么多了 由于包龙心本身没什么实力 他只能通过捐钱当了个九品后补之线 既然走上了这条路 年迈的老父亲便告诉他 当官要清如水连如镜 还送了他一个连字 可这个字包龙心怎么看 他都是一个穷子 不得不说啊 这真是一个好大的嘲讽 这个嘲讽不是儿子对父亲的 而是一个九品官 对当时社会现象的嘲讽 那个穷子您自个儿聊着吧 正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可刚二十出头的包龙心 怎会听得进去如此真言 一日衙门外冤骨骤响 鸡骨之人乃第一壮师 方唐靖 公堂之上 方唐靖昧着良心颠倒黑白的 为财主辩护 本是财主欲玷污一名女 却被反咬一口 称这女子欲强上这肥头大耳的土财主 通过她的三寸不烂之舌 以及与包龙心的私下交易 最后凭一两银子 就让包龙心昧着良心断了案 而经此一案 包龙心可谓是臭名昭主 出门被百姓烂菜叶子招呼 小摊贩说书的 把她埋态的人人叫好 就连小孩子对她上去 都是一大口的口水 紧接着又被七家以贪官的名义 请到家中 收一两银子就遭受了这么多 换作是你 你心里会平衡吗 于是在之后的七家灭门案中 面对着方唐靖百出的巨额银两 再加上小时候的心愿 包龙心接受了 但是当贪官她还不够格 因为她还有良心 她的心还是热的 当七家灭门案的凶手 断定是七情事时 包龙心饱含正义的心 终于被唤醒了 比起没收的巨额银两 她更痛心的是 七情事面临的择日问斩 因此她带着包有为 连夜查询真相 可这样一来 她又进了水师提督长宽的圈套 为掩盖真相 她已破坏现场的油头 被关进了牢房 在牢房中 她遇见了七情事 并向她保证 一定会还她清白 一个九品替补之间的小人物 竟然要挑战水师提督 她到底是为了什么 仅仅是为了公理这两个字 她不远万里的进京 找到了刑部尚书 可让她想不到的是 这份不公平的源头 就是官官相护 九品之卖官到底有多猛刺 在我们另讲中 一位口才超群 逻辑清晰的清官 或是出于市井闹事 或是出于书香门第 可偏偏在这部电影中 一位清官 竟出于风尘之地 凤来楼 面对刑部尚书 与水师提督的狼狈为奸 包龙星误打误撞地 来到了凤来楼 也就是在这里包龙星才真正具备了 天时地利人和 在亲眼目睹老宝三姑的吵架后 包龙星苦练口才 弯得说成直的 死得说成活的 可以说是觉醒了体内老父亲的基因 这是愿意中原生 后来被翻译成了 在凤来楼如烟姑娘的房里 包龙星与同志皇帝 结下了床下之盟 并向其诉说了七家灭门的冤案 皇帝回宫后便宣刑部尚书 与水师提督前来对质 在此之前 我一直认为包龙星与方唐靖是最聪明的 谁知愿穷丹饰演的老宝 才是被低估的一个 对于皇帝与包龙星认识的这个问题 水师提督抱有怀疑 于是他便说 包龙星一直在凤来楼打工 皇帝是如何与他相识的 包龙星一看形势不对 立即就解释道 自己一直在寒窗苦读 从未去过凤来楼 对此水师提督不置可否 直接请示皇帝 请来了凤来楼的老宝三姑 前来指认包龙星 正在贪官窃喜 包龙星忐忑之时 三姑却是这样说的 不得不说三姑的智商与情商非常之高 若当时三姑承认见过包龙星 那也就间接承认皇帝去过凤来楼 其实这种快速的应变能力 出现在三姑身上也不足为奇 毕竟人家可是能在京城 开封尘场所的老板 这场硝烟就这样 悄无声息的消失了 民间有冤情 皇帝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有皇帝撑腰之后 包龙星成功平反 七家灭门冤案 可在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 包龙星该何去何从呢 这也是整部电影最让人不解的地方 为什么不是从此清廉从政 反而是器官从商呢 一切皆因他斗不过 他斗不过的不是某个人 而是整个封建社会的黑暗 电影开篇布满灰尘的 牌匾 鸣鸣骨以及一方唐靖 对围观者的态度都在表明 这是个贪官横行的时代 虽然最后七家冤案得以平反 可该得罪的人他也都得罪光了 既然如此那就干脆不做好了 毕竟发家致富不是只有当官一条路 于是他要到了七家的祖传秘方 做一个简简单单的药店掌柜 还坐享其人之福收获了三位老婆 三姑出现在这儿可能有人会有所疑惑 但古人自会的就是以身相许 三姑在之前的指人环节帮了包龙星 所以他的出现不足为奇 小的时候开始只觉得很好笑 长大后带着怀旧的情怀 再看时虽然还会蓬富大笑 可也能感觉出喜剧下所透露出的悲哀 只能说星野所出必是经典 每个阶段看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那么这样的电影你喜欢吗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若有想了解的人物或影片 请在评论区留言 同时呢你也可以动动小手 关注我们哟 拜拜